我们接着呢要来进入到第五单元的学习了 这个第五单元就进入到抵押权部分 这个抵押权这块是考评特别的高的 这个网年呢就经常会结合 我们的合同法去出大体 那今年呢相信依然如此 这块的话我们首先先去介绍抵押财产和它的设定 这个一上来就是三颗星 而且呢这个去年教材有大量的新增内容 那这个去年还没有考到 所以今年呢依然是需要关注的 尤其需要大家把握抵押财产 抵押权的生肖和这个留押条款 这个都是属于高频考点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先做一个大概年的介绍 也就是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的话有议定的和法定的之分 议定的和法定的 那这块的话一共就三种担保物权 那前头两个抵押质押 它是议定的 那都是和我们的债权人商量出来的 但是留置就不一样 留置的话是出现法定的条件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给扣下来 比如说这块这个债务到期了 那你呢却没有给钱 那这个债权人合法占有你的洞产 他就可以把这个洞产给扣下来 所以相当于是有这个法定的这个条件存在了 他就可以直接的去做这种担保的操作 所以这两个就不太一样 那未来呢我们会用到一个关于担保物权的排序问题 那个排序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说留置权优先于抵押质押 其实这个源头就在于此 就在于我们的法定的担保物权 是优于我们的议定的担保物权的 好那这个看到之后呢 下面就得介绍它的一个具体的特性 具体的特性我们先从从属性谈起 说这个担保物权自身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介绍这个第二章的时候 就有给大家说到过这个事 好说这块是不能脱离债权单独去做转让 相当于债权转出去了 我们的这个抵押权也会随之的转出去 所以这边就讲到了几个小细节 说担保物权自身不能独立存在 那这块债权如果没了 那这个担保物权也没有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转让的时候 说所担保的债权转让了 担保物权也随之转让出去 债权转这块的这个抵押也会随之转出去 后面呢我们会就着抵押那块再给大家详细的去做展开 先有一个简单的理解 比如说A欠B欠 然后呢这块是有一个抵押存在的 比如说这个A是拿这个房子做的这个抵押 现在的情况呢是B把它的这个债权转给了C 那B把债权转给了C 那相应的这个抵押权也转给了这块的这个C 所以将来一旦A还不上钱的时候 C可以就着这个房子去行使这个抵押权 好然后呢这个消灭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 担保物权随债的消灭而消灭 这个其实都是体现了它的从属性的 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负条件性 负条件性这个其实就意味着 是我们的债务员到期不履行债务 或者是发生了当初约定好的条件了 那这块就可以去进行拍卖变卖 优先收成了 所以不是随便的就可以去进行行使的 是出现了规定的条件才可以去进行行使的 然后呢不是说这个财产直接归权利人所有 我们说这个始终都是一个优先受偿的权利 对吧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的抵押质押之类的事的 都是一种优先受偿权 然后呢不可分性 这块的细节就会比较多一些了 不可分性 首先圈一 说主债权未受全部清偿的 担保物权人主张就担保财产的全部去行使担保物权的 法院应该予以支持 好那这条在讲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块的整个的债权额 A签币的 整个的这个债权额呢 大家看到是100 好那现在的话呢已经还掉了40 那相当于还剩60未还 好那担保的财产是这么一大块 哎拿这么一大块财产去做担保的 那现在的这个60的还没有还 未来我们这个币 他去行使这个优先受偿权权的时候 哎不是仅就着其中的60%的部分 拍卖变卖优先受偿 他这块的话是就着整体 因为这边是不可分性 是一个整体性对吧 所以这边是就着整个的担保财产去拍卖变卖 那只不过是优先受偿其中的60而已 所以这条要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特殊 那就是我们的留置权 因为遇到留置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界定 这个财产是可分物还是不可分物 哎那这块的话我们就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这块是可分物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A呢现在让B帮他去运输 运输的是一堆苹果 好这个运输过去之后呢 这个运费没有给 运费没有给 那这块的话B就可以把苹果给扣下来 但是呢它没有必要扣全部的苹果 它可以扣相当于运费部分的苹果 所以你就发现 它不是就着整个的去扣的 对吧 这块的话就是只就着相当于债务的部分去扣的 哎那这个就会和我们此处的不可分性 稍微有一丢丢的违背 但这个是一个难得的特殊情况 所以大家把握一下啊 知道这种可分物可以啊 可以相应的只扣一部分的 对吧只扣一部分的 但是如果它是不可分物 比如说我们这块运输的是一头牛 你不能把这个牛给切开来去进行流制 对吧 要扣就扣枕头牛 所以这种还是符合前面的不可分性的要求的 所以这个圈一 我们就讲到了一般的情况 流制当中有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点的情况 好 然后接着是圈二 圈二的话呢 就是讲到了担保财产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的 说担保物权人主张就分割或转让后的财产 继续的去行使担保物权 这个是与支持的 那这块整个的财产是这么多 那现在呢 分割走这么一块了 那剩下来的 注意会继续的去相应的做这个担保 所以不是说剩下来的就不担保了 它还是继续担保原先的一个债权的实现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圈二的一个理解 然后呢 再来看这块的圈三 圈三的话呢 是主债权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的 那各债权人主张就其享有的债权份额 行使担保物权的 这个是与支持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才说过 就是在讲那个从属性的时候给大家交代过 就是债权转 我们的抵押会一并的转出去 只不过现在呢 我们还有一个到底怎么去进行行使的问题 好 来看例子啊 我们这块的A签B比如说是一百万 那拿房子去做抵押的 好 现在的话呢 大家注意到B呢 它其实是把债权转出去了一部分 转出去了一部分 比如说转出去了三十 给C 现在形成的关系就是 相当于A签B的是多少呢 七十 A签C的相当于是三十 对吧 那这块的话 我们还是拿这个房子去做担保的 所以这块这个担保物还是不变的 继续担保我们原先的债权的实现 这个体现了从属性 同时呢 大家看到这块我们相应的各个债权人 他是可以救起享有的债权份额去行使担保物权的 所以相当于我们的B 它是可以相应的在这个房屋拍卖的这个价款当中 优先受长70的那个部分的 那我们C这块呢 是可以优先受长那个30的部分 所以按债权份额去进行行使 所以这个并不影响的 我们还是靠原先的担保物去做整个的担保 好那这点我们明确了 知道这个口诀就是债权转 抵押也会一并的转出去 但是如果换成债务的一个转让呢 那这个就得分不同的情况了 那这个债务的转让 你看清楚 我们就得进一步的考虑 是谁提供的物保 是债务人提供的物保 还是第三人提供的物保 这个就会有差别了 这个就会有差别 大家呢 跟我来看我们此处所举的小例子 比如说还是A签B 这块A签B是100万 那现在的这个状况就变成 不是我们的B把债权转出去 而是A把它的债务转给C了 好首先你得明确 债务转给C 肯定要经过B的同意的 因为如果转给了一个穷光蛋 那就会影响到B的利益 因为万一还不上钱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经过B的同意 好这块比如说转出去的是30 那相当于C承担30 A承担70的意思 好那如果这个物的这个担保 比如说抵押 是我们A自己提供的 用房子做的抵押 那这块无论是你为自己去做担保 还是为C做担保 那都是你自己作孽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你借的钱 对吧 即便转给了C 也是你自己做主转给了C 所以你这块相应的做的这个担保 还得继续的存续下去 所以大家发现 债权请求以该担保财产 担保全部的债务履行的 那法院是予以支持的 所以将来即便C还不上钱 那B也是可以就着这个房子 拍卖变卖优先收藏的 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第一条线 但是如果换一下 这个房子不是A提供的抵押物 而换成是D提供的抵押物 那这个就得考虑D是不是愿意了 因为万一这个C是一个穷光蛋的话 那肯定会影响到D 对不对 那D就会想了 原先我愿意为A做担保 是因为A它有钱呀 没想到现在跑来C这么一个穷光蛋 我不愿意了 那这个就得考虑我们的D 它的一个态度 所以此处的话 我们看清楚 说主张对未经其书面同意转移的债务 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法院应与支持 也就是说 这块得考虑我们D 这个抵押人 他是不是在愿意 为我们此处转出去的30做担保 而且这个强调的是书面同意 如果他书面同意了 说没事 我还愿意担保 那就继续担保 如果未经其书面同意 那这边的话 他对转出去的30就不担保了 听好我的表述 我讲的每句话都没有废话的 是对转出去的30不再担保了 不是说整个的都不再担保了 相当于这块还剩下70吧 他只是转出去了30 还剩下70 这个70他还是得继续担保的 所以这边我就把整个的口诀给大家拎出来了 口诀拎出来了 是债务转 看谁底 是看谁做的抵押 如果是债务人自己做的抵押 会继续担保的 但是如果是第三人 就得看他有没有书面同意 书面同意就继续担保 如果未经其书面同意 对转出去的部分就不再做担保了 所以这个结论就给大家亮明清楚了 所以整个这个内容呢 大家看讲不可分性 我们分了若干种情况 对吧 债权还了一部分该怎么办 那这个担保物又分割怎么办 债权转让了怎么办 债务转让了怎么办 共四种情形 所以四种情形我都分别举了例子 你得把这个例子做得清楚 那这块才能够在未来的考题当中用起来 好了 那这个明确了 现在呢 我们就得回到底压这个点上来了 回到底压这个点上来 那这块的话 我们就说到了 哎 到底什么是抵押 前面其实已经有讲过了 只不过现在呢 我们要给大家进一步的去啊 从我们这个文字上去找一找要点了 说这块首先用的是债务人或者是第三人的财产 那这个财产我前面讲过 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的 然后呢 整个的过程是不转移财产的占有的 东西不用放到抵押权那去 然后这块的这个债务人一旦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当时约定好的情形 那这边不是说财产直接归我们的抵押权人 而是有优先收场权 所以这些要点呢 我们就数清楚了 对吧 这块的财产是谁的 到底是什么财产 过程中要怎么着 最后的本质是一个什么权 对吧 这些都交代清楚了 现在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求大家能背的条款 称之为留压条款 这个留压条款的 他在说什么 你评一评 他说在抵押权人 他的整个的这个履行期届满之前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期限还没有到之前 那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如果约定了 说债务人一旦不履行到期债务 财产直接归债权所有的 说怎么着呢 说只能按优先数厂来做处理 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合理的 你想一下啊 这边这个A 他欠B钱 比如说欠的是十万 A呢拿的是一个房子去做抵押 拿房子做抵押 这块的时候 注意AB做了一个约定 还没有到期就做了一个约定 说什么呢 说这块到期如果十万还不上 这个价值一百万的房子直接归B 公平吗 不公平呀 对不对 我们才欠十万 凭什么把一百万这个房子都归你呀 所以这块的话应该说我们认为它不合理 所以呢 怎么着 这块正确的处理是只能按优先数厂去做处理 所以看清楚它的对待方式 好 然后呢 我想强调几个小细节 第一个小细节就是 到底我们这块的时间点怎么去看的问题 你要看清楚啊 我们说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财产直接归债权人 也就是我这儿画的三个字 借满钱 你不能说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 因为这个处理不公平嘛 但是呢 后续大家会学到我们的抵押权的实现方式 到时候我们会讲 如果到期的时候 你约定财产归债权人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归债权人 它是称之为折价的方式 是折给了债权人 但是要多退少补 听清楚这句话了吗 这个折价给对方 不是说这块什么差价都不用管的 那相当于如果你这个币想要这个房子可以 你把这个房子拿走之后 你得把这块的差价的九十万还给我 那这种是允许的 相当于在我们最终抵押权实现的时候 可以走这种折价的方式的 但是现在呢 到了最后的时刻呢 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吗 没有 对不对 还是在期限借满钱呢 所以在这个区间段的时候 你只能按正常的流程去操作 对吧 只能说优先收场 优先收场 对吧不能说直接会债权所有的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条款 这样子的条款是没有效力的 所以这边最终只能按优先收场来做对待 所以换言之 这边的这个条款 它无效了 它会影响到整个的抵押合同了吗 不会 所以第二个你需要在此处关注的就在于 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抵押合同的效力 我们的抵押合同依然是有效的 有了这个条款 只会意味着最后我们不按这个条款去执行 我们只会按优先收场去执行 所以这个相应的效力就给大家解读清楚了 所以大家要从两个细节上去进行把控 我刚刚说了 第一个在打起的时候你要说清楚 是在期间借满钱不得做这种不公平的约定的 对吧 然后后果你琢磨清楚是该条款是无效的 那这块的合同呢 合同还是依然有效的 抵押合同还是依然有效的 按我们的优先收场来做处理 好 完事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入到抵押财产的范围 抵押财产的范围 那我们说过大方向 有不动产还有动产两大块 好 那这边我们就先说 可以抵押的 可以抵押的 那有建筑物 土地附着物 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 别忘记海域也是不动产 好 然后呢 就是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 以及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 承包的农村土地 并经依法登记取得全属证书的土地经营权 在这个位置上 有些之前学过的同学就开始纠结了 说老师 你是不是漏字了 是不是叫做土地承包经营权 你怎么就写了土地经营权 那是不是这儿有问题 注意 我没有写错 它确实叫做土地经营权 那这个就需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 也是很关键的 经济引力向改革 那这个是我们关于 这个农村土地的一个三权分制的一个改革 那三权分制的改革呢 我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关于这块的这个地啊 我们这个农村的集体的这个地 它本来呢 所有权 大家都知道 属于村集体嘛 对不对 这个所有权处于什么什么村 然后呢 我们村民会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比如说村民 小王 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个是他得到的这项权利 然后呢 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 如果就在他的手上 他自己种地 那什么事都没有 关键呢 就是他如果想让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去做一些流转 那这个做流转 哎 比如说现在 他想把它给转出去 给其他的人 去进行这么一个使用 比如说 想 啊 转给村外的人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在流转 我们的土地经营权了 那这个时候呢 注意 啊 他相应的转出去的 就是一个土地的经营权 转出去的是土地经营权 但是承包者的身份 还是小王 并不会因为这个土地经营权分出去了 这个承包者的名字就改了 承包者还是小王 只是把经营权分出去 比如说把经营权 给到了这个小李 啊 这个小李的话 就可以用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块啊 你去啊 相应的去进行 这个转让啦 出租啦 等等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 这边的话就可以 让我们的土地经营权 给盘活起来了 啊 所以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那明确了这个 那你就会发现 哦 确实是有三权了 有这块的所有权 还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再有土地经营权 好 然后呢 往下再来看 往下再来看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啊 刚刚呢 针对的是 啊 那个家庭联产责任承包的 那个地 哎 现在再来说的后半截 是那种荒地 四荒用地 什么荒山啦 荒丘啦 之类的地方 哎 那这个呢 我们就说到 通过招标 拍卖 公开协商 等公开的方式 可以去进行承包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村外的人 确实是村外的人 这个是小赵 这个小赵呢 啊 他看上了这块荒山 这个荒山 他通过公开的一个 拍卖的这个方式 获得了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那这个也是一项土地承包经营权 但是我说了针对的是四荒用地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他可以和刚刚我们村民小王的操作一样 哎 保留自身的承包人的身份不变 然后把金权给分出去 分出去给这块的这个小林啊 小林让他去进行经营 这个是可以的啊 所以大家看到 依法登记 哎 取得全属证书的土地金权 对吧 所以这块的话 你会发现都是有一个三权分制的问题 当然大家说 这块小赵 他如果不分出去呢 不分出去就承包下来 自己去种呢 也是可以的啊 那这块不分 那这个就直接叫土地承包经营权 好 明确了这个点 那知道这个用词没错了 啊 我们再往下去看 往下去看就是说到了括号五 括号五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了动产了 变成了动产 生产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 然后括号六 括号六呢 有意思的在于 在建工程也是可以去进行抵押的 正在建造中的建筑物 可以做抵押操作 然后传播航空器 这个传播航空器 就是动产了 嗯 这个只不过是在建当中的动产 然后呢 是交通运输工具 所以 整合在一起 就是动产和不动产 都是可以拿来做抵押的 好 知道都可以拿来做抵押 那现在无非就是干扰项了 干扰项哪些 不得用来做抵押 好 这块第一个是土地所有权 不可以拿来做抵押 因为在我们国家呢 土地要么是属于国家所有 要么是属于集体所有的 如果现在允许拿来做抵押 那这块一旦还不上钱 那把这个地拍卖变卖了 那变卖给某某企业 那不就成为某某企业所有的了吗 那这个肯定和我们国家的土地法相违背的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不可以抵了 所以土地所有权不得抵押 然后呢 是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山等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以前在这块我们会写到根地 可是刚刚那个根地 我们是不是说已经可以拿来抵了呀 对不对 这块的家庭承包的那些 是不是可以拿来抵了呀 所以现在根地这边 已经不再是不得抵押的范畴了 所以只剩下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山等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集体那块 它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做抵押操作 那大家就说了 那国家所有的呢 国家所有的这个土地使用权 不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吗 建设用地使用权 刚刚说过了 它是可以用来做抵押的 所以这个不得抵的土地使用权 是针对集体的那块 好 然后也有例外的情况 例外的情况呢 就是说到了两个 第一个 就是我们在上一个知识点当中 说到的那个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对吧 是在集体用地当中 我们画出来的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这个就可以做抵押操作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出现了这个地随房子的现象 就是本来呢 我们并没有打算拿这个地做抵押 那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拿这个乡镇村企业的厂房 做抵押 可是房子是盖在地上的呀 那要抵就一并抵出去了 所以这个手势没办法 递随着房子抵出去了 所以这种的话是特殊情况 所以一共交代了两个特殊情况 那这个就给大家说明好了 然后呢 下面这个括号三 括号三就谈到了学校 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以公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法人的教育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的公益设施 这块你要守住的是两宫 一个是公益目的的 一个是公益设施 所以比如说公立大学 它的那个教学楼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公益为目的成立的非盈利法人 然后是它的一个公益设施 对不对 那你一琢磨 说这块大学的教学楼 如果拿去做抵押 将来还不上钱教学楼拍卖了 那学生在哪上课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抵的 然后呢 再来看到是所有权使用权不明 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那这块有出现这种争议的情况 你注意到 一旦后续经审查 发现确实是无权处分 确实是无权处分 注意我们要按善意取得的制度 来做相关的处理 也就是对这个财产 我们要去定性 比如说 这块AB在争这个财产 A说是它的 B说是它的 好 像这种的话呢 如果B拿来做抵押了 拿这个财产做抵押 如果最后判定 确实是B的 那这个是有权 那没问题 对不对 那如果最后判定 这个财产是A的 那说明此处的B 它的行为就构成 无权处分 好 这块的话 它构成无权处分 那现在我们就得进一步的判定 那这边抵押出去之后 它是不是能够构成 善意取得 如果这块符合我们 善意取得的那些要件 比如说B抵出去 这块的这个C 它符合善意取得制度 符合善意取得制度 那这边也是 可以善意取得这个财产的 好 那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要相应的明白 我们此处和善意取得的一个结合 当然这个可考性不是太强 你就明白这个观点就可以的了 好 然后接着再来看到我们此处的括号五 括号五呢 是讲到了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那你要注意到 这边的话呢 抵押权人请求行使抵押权 经审查 查封扣押或监管的措施已经解除的 那就予以支持 这边的话呢 它的关键点在于 最后我们要去行使 这个相应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抵押权时 这个查封扣押还在不在 所以关键看的是行使的那个时间点 不在于我们一开始 去进行抵押的那个瞬间 所以看哪个时间点你自己要守住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要弄清楚合同的效力 好 说抵押人 以抵押权设立时 财产被查封扣押为由 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 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所以合同这块 应该说直接就是有效的了 所以我们这儿给出相应的结论 一方面我们看合同 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抵押 最终能不能实现 看两个方面 对吧 也就是误权能不能实现 前者的话合同是有效的 不能以抵押权设立时 财产被查封扣押为由 说这个是无效的 然后最终去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我们得看它是解封了 还是还在扣 如果还在扣那就不成 对吧 那就违背了我们此处的规定了 因为这些是不可以抵押的 但是如果已经解封了 那这个就没问题 因为这块就不影响 我们的抵押权的实现 它完全就可以拿出来拍卖编卖 有些人收藏了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括号五要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它 好 看完之后呢 接着就是其他的了 其他的这些不得抵押的财产 那这边呢 就首先说到了 以违法的建筑物去做抵押的 以违法的建筑物去做抵押 大家看清楚 那这条和我们下面的这个 拿建筑物体使用权去做抵押 是会有差别的 差别在哪呢 你看到我们前面这个 它是用了建筑物 而这个建筑物本身是违法的 所以相当于标的违法 标的违法 大家在我们的第二章有接触过 我说去判断这个合同的有效要件的时候 有一条就是看标的是不是违法 此处的标的已经违法了 那这个合同就会无效 所以合同无效 结论很明显的 对不对 除非有一个补证的措施 就是我们赶紧的 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 把这个手续给办好 如果你能够 相应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 办好合法的手续 让它变成合法的标的 那这个合同可以说是有效的 好 然后呢往下再去看 再去看你发现 下面这个底呀 它就是用地去底了 可是呢大家知道 这个地上如果有房子 那房子是不是会和地一并递出去啊 房地一体的 一并递出去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我想去底的这个财产有问题吗 财产本身 这个地没问题 标的是合法的 只不过 我们盖在上面的房子违法了 可是我的想法 我的初衷又不是去拿房子做抵押 我只是想拿地做抵押的呀 所以这个上面的房子出现了这种状况 我也觉得很无辜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种的话呢 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 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因为人家会说 我只是拿地做抵押 我的标的物没问题 对不对 只是上面的房子有问题 你觉得房子有问题 你把房子扒了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个就好办 这种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抵押合同依然是有效的 好 那上面不是有这种违法的建筑物吗 那OK 你把这个建筑物拆了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条的话和上面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关键的节点就在于 标的本身是不是违法 我说清楚了吧 标的本身违法 你可以说合同无效 但是标的本身并不违法 我们标的用的是合法的建筑物理使用权 那OK的呀 那上面房子有问题 房子扒掉就行 那这条就读懂了 读懂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入到我们此处的第三点了 第三点呢 就是在谈浮动抵押的事了 浮动抵押的话呢 大家有看到 我们这块比较有特色的在于 它用的财产呢 是现有的以及将有的财产 现有的及将有的财产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财产的价值是不确定的 它不是说就是一个房子 就是一个设备 不是的 它是现有的及将有的 所以为什么叫浮动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后续的倒没什么差别 说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约定的这个条件的时候 那这个债权人就可以去做优先收场 我们就举个小例子吧 比如说有一个家具厂 它呢 是从银行那儿借钱 银行呢 是不太放心家具厂的信用的 不太放心它的信用 所以这块的这个家具厂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 我这块呢 是拿我的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财产去做抵押 那比如说拿我的这个木板 木材去做抵押 大家就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我拿这个木材去做抵押呀 那这个木材是将来 我要用做加工的一个原材料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木板将来它会变成家具 家具呢 还有可能会被卖掉 所以这个价值是不是一直在浮动中 变成了家具 价值上涨了 卖出去一部分价值下降了 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浮动性 但是这个从法律上是允许的 我们是接受这个浮动抵押的 但是要注意它的限定条件 你发现是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业生产经者去做 相当于都是这种企业组织类型的 那这块是不包括个人的 所以浮动抵押的主体 你要看清楚 是不包括个人的 然后呢 这些财产你有没有发现 价值有波动的 它都是在针对动产 所以第二个限定条件 就是所用的这个财产 必须得是动产 价值波动的动产 好 然后呢 这块的话 我们后续的倒是一样的了 后续一旦还不上钱 那我们的债权人呢 就有权就抵押财产 确定时 所谓确定时 其实基本上就是 到期你还不上钱的时候 还不上钱的时候 我们就看那个瞬间 到底有什么财产 比如说那个瞬间 有一部分是家具 还有一部分是木板 我们就就着这些财产 去拍买变卖 又先收场就行了 所以后面的没什么差别 关键就是 你要注意它的主体 以及用的财产的特色 好 这个就是浮动抵押的第一条了 然后呢 这块第二条 就是给大家补充介绍了 我们这个抵押财产确定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确定 我说最典型的就是 到期还不上钱的时候 还有可能呢 还有可能是抵押人 被宣告破产解散了 抵押人都要不复存在了 那要赶紧的去确认 它的价值了 不能再拖了 或者是我们双方约定好 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了 或者就是一些影响 非常影响债权实现的情形 一般去出后面几个的可能性很低 我们要考就是第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大家对护押二就是熟悉即可 熟悉即可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前三点其实也就算是完成了 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 还记得在讲什么呀 第一点在讲的是可以抵的 可以抵的动产不动产 对吧 特地给大家补充了三权分制的那个 土地精权的那个问题 还有呢 再建工程也是可以抵的 这个是第一块的 第二块的是不得抵押的财产 对吧 它其中还会有很多的小细节 那讲到了什么 违法的建筑物去做抵押呀 那拿建设用地使用权去抵 上面的建筑物违法呀 这些分别该怎么去做 好 那讲完了这块 还讲到了一个特殊的抵押 叫做浮动抵押 现在呢 进入到我们的第四点 第四点是房地一体的原则 房地一体的原则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多多少少都谈到了 就是我这块拿地去抵的时候 房子在上头就要一并的出去 或者这块是拿房子去抵 地在下头也一并的出去 所以这个就称之为房地一体的原则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城市和乡镇这块 哎 城市和乡镇这块 那我们先说城市的 它是遵循房随地走 地随房走 房地一体的原则的 也就是我们此处所讲的 以建筑物做抵押的 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同时抵出去 拿房子去抵 地呢 随它一并出去 那画图就是本来拿房子抵 现在地和它粘在一起 随地随房走 这个就叫地随房走 反过来下面的 以建筑物占用权去做抵押 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出去 也就是本意是拿地做抵押 房子呢 已经带好了在上头 那就是房随地走 所以地随房走 房随地走 那当然就是房地一体的了 可是呢 这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我这做了一个展开 就是我们得考虑这个房子呀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盖的 如果现在我去拿地做抵押的时候 房子已经盖好了 相当于这个地上已经有了房子了 那当然就是防随地走的了 也就是这块的效力是急于这个房子的了 可是问题是抵押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建成呢 那这个房子是后盖的 后盖的那大家想象一下 相当于抵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地 房子呢是后盖的 那抵押财产是什么 很明显抵押财产就是这个地 抵押财产没有这个房子 所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是不属于抵押物的 读懂了吧 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 然后呢抵押权实现的时候 抵押权实现的时候 那这块的话我们没办法了 因为实现的时候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 已经盖好了 那这个时候要去拍卖变卖 就必须得一同变价 所以这块我们得做一同变价的操作 比如说这个地2000万 这个房子800万 好那一共是2800万 那你可以在什么当中去做优先受偿呢 注意这块的2000 你是有权利去进行优先受偿的 因为它是抵押财产 但是我们这块的房子就不行 因为房子它根本就不是抵押物呀 对不对 它是后盖的 它不是抵押物 所以我们这就写到了 对新增房屋的变价所得 抵押权人是无权优先收藏的 对吧 只能就着这个地这块 地这块你确实有优先收藏的权利 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相应的这个结论就有了 你看啊 关键就是分 我们抵押的时候 我们抵押的时候 房子有没有盖好 如果已经盖好了 那这块就给予房子 如果未盖好 那未盖好的话 那这个房子不属于抵押财产 那只是我们要去变价的时候 得整体的变价 这是优先受偿权 不给予房子部分 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房子不属于抵押财产 好 这条OK了 下面再来看乡镇那块 乡镇那块 你得注意到 它的那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不得单独的去设定抵押的 因为乡镇村且的那个地 它是属于集体所有的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确实不得单独的去设定抵押 但是我们说反过来 如果你是拿房子做抵押 哎 房子做抵押 那这块房子是盖在地上的 那这块地随房走 那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块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地可以随房走 但是绝对不可能有房随地走的现象的 因为这块的这个地是集体的地 对吧 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拿来做抵押 自然不可能有房随地走的现象 好 所以整个的这个结论 我觉得这幅图就能说明问题 关键呢 就是你得结合我所讲的小例子 把这个问题给琢磨清楚才可以 好了那这个给大家都唠叨了一遍了 唠叨了一遍 现在事还没有完 大家也陡然发现 在我们的去年的教材新增之后 我们的抵押部分的内容是骤增的 增加了很多小细节 所以现在我们还得继续往下去推进 往下推进看到第五点 其他规定 说到的是我们抵押我登记记载的内容 和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 我们这块的话要想到 我们是在谈误权 误权是法定的 所以这边的话都是以登记为准的 所以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 就不难理解了 好 然后呢 续件的问题 续件的问题 你看到 它确实是拿地做抵押 拿地做抵押 你看到这块我们拿地做抵押 问题就在于 这个地上呢 它是有一些盖好的房子 或盖好了一部分的房子 比如说有一个A房子 这是A房子 然后B房子呢 它是盖了两层 这个B房子是盖了一层和二层 所以这块的话 你想它相应的做抵押的时候 是已经有A洞 还有B洞的前两层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遵循房随地走的原则 所以债权主张抵押权的效力 给予已有的建筑物A 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已完成的部分 那就是给予B洞的一二层是没问题的 好 然后呢 债权主张抵押权的效力 给予正在建造的建筑物的续件部分 以及新增的建筑物的 这个就不予支持了 这个好理解吧 相当于就是新增的了呗 比如说 这块在抵押之后 我们又往上盖 盖完了三层和四层 这个就是续件部分 又盖了C洞楼 这个都是在抵押之后才盖的 那就是后盖的 那这些就不是抵押财产 所以将来债权人 想去优先受偿的时候 那可以就B的三四层 和C洞建筑物优先受偿吗 当然不行呀 对吧这个道理听懂了 那就不会被他的文字所吓到 好 那接着再来看我们的圈二 圈二的话是写到当事人 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去做抵押的 那这个抵押权的效力呢 是限于以办理抵押登记的部分 那这块的话 我们看清楚 我们一切都是以登记的为主 以登记的为主 以登记的为准 然后呢 如果这块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担保合同的约定 说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 主张说这个效力给予续建部分 新增的建筑物的部分 那这个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也就是说 这块哪怕你们合同当中写了 说我对这个C洞房子有些人受偿权 合同再怎么写 没用 因为误权是法定的 你就想清楚误权法定原则 所以你合同再怎么写 没用 对不对 我们以登记的为准 以我们法定的为准 好 所以这块的话 圈二我们也就读明白了 然后呢 再来看圈三 圈三的话是说到 我们的抵押人 把这个房子呀 地呀 抵押给了不同的人 那这块我们的排序该怎么着 排序的话 是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 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 大家就琢磨了 说这个可能会抵给不同的人吗 可能的 好 我们这边就举了一个小例子 看一下 说到这个假公司 在1月1号 以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设定抵押 设定抵押向A银行去借款 100万 同时办了这个抵押登记 这个抵押权设定的时候 那这个 房子已经盖了一层和二层 好 然后呢 这个假公司又已盖地块 正在建造的住宅 设定抵押 向这个B银行借款200万 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 它是抵了两次 前一次是拿地去抵 但是大家也知道 拿这个地去抵 防随抵走 那其实已经加上了两层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抵押财产是这么多 然后呢 你看这块又向B银行去借款 那B银行借款 明面上是说 我拿正在建造的住宅 也就是拿这个两层 去抵 但是你别忘记 房子是盖在地上的 所以其实也包括了这个 建设用地使用权部分 所以相当于 他们的抵押财产是重叠的 那重叠的 那关键就是谁登记在先 很明显登记在先的应该是我们的A银行 因为它是在1月1日同日办了抵押登记 不像B银行是在2月1号才办的抵押登记 所以排序上来讲是A银行优先于B银行 然后你看 三至四层的建造是之后完成的 之后完成的 那这个就不属于抵押财产 所以三四层不属于抵押财产 所以借款到期的时候 那A和B都打算实现这个抵押权 后来评估了一下 发现D值200万 一二层值50万 三四层值80万 怎么办呢 首先想到三四层 你没有优先收藏权 因为这个是后盖的 不属于抵押财产 所以你这块只能就着250万 去进行优先收藏 然后呢排序 排序那就是A在前B在后 A在前100万 B在后200万能够全部得到实现吗 不能 这块总共才250 所以这块的话 大家也就明白了 那这边的A是100 B的话就只能是150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优先收藏的金额 我想大家也就分析出来了 好 那这个给大家都介绍清楚了 下面呢 再来说到的是括号三 括号三呢 就谈到了画波的建设用地了 画波的建设用地 大家筹建 这块 这个地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它是无偿取得的 现在拿来去做抵押 相当于是做了一些有偿的用途 因为大家知道 去做抵押变相的就是一个转让 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过 转让画波的地呀 转让画波的地就牵扯到神批的问题 还有一个补交土地创金的问题 所以当事人就会说 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抵验 或者说这个没办批准 所以想以此为由主张抵押合同 无效不生效的 那这个可不可以呢 注意不可以 不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这个抵押 不生效或者无效 因为它是有处理办法的 因为反正我们抵押权实现时 实现时我们可以把这个建筑物拍卖变卖 这个拍卖变卖的钱 我们不就可以去交那个土地创金了吗 所以其实只要把这个土地创金的这个排序 排在第一位 不就可以解决土地创金的问题了吗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 那这个批准的事就不管了吗 其实我想说 这个是政策制定式的一个bug 确实有问题 很多专家也讨论了这件事 但是目前立法就是如此 咱们也不用去深究了 但总之创金的问题是解决了 对吧 这个创金我们通过在优先授长的时候 让你排在第一位来解决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块我们不会因为它这个地是画波的地 而否认整件事情的一个效力的 更何况我只是拿画波的地上的建筑物 去做抵押 看到了吗 我说拿这个建筑物去做抵押 就更别担心了 所以这个时候 无非就是 我拿这个地上的建筑物去做抵押 我们是房和地一并抵出去的 所以你别跟我说地有任何的bug 对吧 你别跟我说地是画波的 反正呢 将来拍卖变卖 拍卖变卖下来 你这块的这个价款 你是可以优先去交这个土地创金的 所以土地创金的问题解决了 剩下来的再由我们的抵押权人去做优先收场 所以是这么一回事 同样的道理 如果呢 我就不是拿房子 我就是拿那个地 就是拿画波的地去做抵押的 还是一样的说法 反正不就是要解决创金的问题吗 对吧 创金的问题我让你优先 只要在拍卖变卖的价款当中 优先用于补缴土地创金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到时候就不得再也未办批准手续 相应的去矫情了 不可以矫情了 这种的话呢 就不能再说抵押合同无效或不生效了 也就是说 此种情况 我们的抵押是有效的 解决办法 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就是我们拿拍卖的价款 优先去补缴土地创金 好 那这个给大家说完了之后 现在再来进入到我们此处的 号号四了 号号四就是 我们前面学到过的一个词 叫做天赋 这个天赋还有印象吧 好 那这块有印象的话呢 我们就来说到一下 比如说A的东西和B的东西 天赋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星物 好 那这块的话 比如说A的书和B的贴纸 相应的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星物 就是贴着B的贴纸的A的书 对吧 那我说这个处理方式 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好 如果现在的情况呢 是我们这块的A 它拿这个书去做抵押了 好 那大家来看我们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 天赋物归第三人所有 也就是说最终这个星物C 是归B所有了 归B所有 那这个B肯定要给A什么 补偿金 好 所以A这块有什么 有补偿金 所以将来呢 我们的抵押权人 他没有办法就着这个书 去进行优先受偿 但是他可以就补偿金部分 去进行优先受偿 相当于有一个代替品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天赋物归抵押人所有 相当于我们最终形成的新物 就是贴着贴纸的书归谁呢 这个归A了 如果归A 那你想一想 这块啊 这块相应的就是把书抵出去了呗 把书抵出去就没问题了呀 所以这个抵押权就急于这个天赋物 所以急于这个书了 好 但是问题是 那由于贴了贴纸之后 这个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 更值钱了 所以这块相应的价值上升的那个部分 你在优先受偿的时候就不能优先受偿那块 比如说这个书原先是值100块钱的 贴了贴纸之后 它值120了 那你优先受偿只能在100当中 这个20你就没有权利优先受偿 好 第三种情况 就是书和贴纸的价钱相当 最后呢就选择我们的最终的这个新物 是AB共有的 那AB共有的话 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抵押 大家发现只是拿共有的一部分去做了抵押 那当然抵押权的效力是紧急于份额部分了 紧急于份额部分 好 看完之后呢 接着就还差一个从物 差一个从物 那大家看到从物的话 我们是要分析它产生的时间点 是产生于抵押权设立前还是设立后 好 如果这块是设立前的话 嗯 设立前 那这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电梯 这个电梯的话呢 我们是这个从属于这个房子的 我们在这个楼里面盖了这个电梯 好 那现在的话 如果告诉你 这块电梯 它是产生于抵押权设立前 那你发现抵押的时候 电梯已经在了 所以肯定抵押权的效力是急于从物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房子和电梯 你都有优先收藏的权利 但是如果这个电梯是后盖的 后盖的那相当于底的时候就只有房子 底的时候只有房子 那当然就不给予从物了 但是最后你去变现的时候 由于这个手电梯已经盖好了 对吧 出于我们要啊 这个充分实现它的效用的这么一个目的 你肯定是房子和电梯一起变现 不可能再拆开来的了 对不对 但是未来你去实现优先收藏的时候 只就着房子的部分去进行优先收藏 所以大家发现这些部分就比较绕一些了 平行二论 你把原理理解清楚了 法条没有必要去全面的去背 未来我们要求大家背的 会给大家勾画出来的 所以现在先别着急 先把基本的观点 观点是什么呢 哪些可以抵 哪些不得抵 以及我们这块抵了之后效力会急于什么 这个你看整个一大块都在谈 急于什么不急于什么 对不对 好那这道题我们来列一下 禁止抵押的财产是什么 禁止抵押的 你看就知道了 是土地所有权禁止抵押 剩下来的都是可以去抵的 好A选项 好接着09年的一道题 不可以作为抵押权客体的是什么 半成品这个可以 正在建造的传播 可以土地精权可以 那唯独就只是土地所有权不可以 还是同样的点 对吧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又完成了一道题了 然后下面这个题呢 大家发现 说我们是取得了一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盖完两栋楼 资金链断裂 那于是就拿这个地和两栋楼房去做抵押 然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 是这么去抵的 一个地和两个楼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抵押之后又盖了三栋 后面又盖了三栋 我画三角形的了 那问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说要去拍卖的时候 应该是就着建设利使用权和五栋楼房 去拍卖 没错 那这边说什么只拍两栋楼房的肯定不对 说抵押权未设立的也不对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登记了 抵押权就已经设立了 所以CD肯定排除掉 我们在AB当中做选择 好 这块拍卖的时候没错 都是一并的去编价的 只是呢 我们是就着所有的价款都优先受偿吗 不是的 是只就着我们一开始的那些 也就是就着那个地和先前的两栋的拍卖价款 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所以你发现考题就是我讲的两个考核方向 一个就是我们的财产能不能抵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效率给予什么的问题 你就得弄清楚 是包括什么还是不包括什么 那这点一旦明确了 其实我们这个题就能够搞定 有时候不需要你一字不差的去写出来 你把观点给表述清楚了 那这个同样是可以得分的 好了 那这道题OK了 那我们这个点呢 也相应的结束了 相当于抵押财产这个点结束了